到任已经4年的菲律宾观光部台湾分处处长海瑟 任职期间曾多次的造访花莲 期盼更多的台湾国人能够造访菲律宾的同时 也能够将花莲的好山好水介绍给菲律宾的旅客 在地业者特别的请教处长 如何满足菲律宾本国高端旅客养生健康的旅游需求呢 因此海瑟特别的前往位于花莲县及安乡的 花莲央月迁徙度假酒店 亲身的体验全亚洲唯一的有机香草主题酒店 海瑟在花莲央月迁徙酒店董事长营丛丛的陪同之下 体验酒店特色香草生气域 感受有机香草的精油香氛 释放工作疲劳的身心 中午用餐时间平常酒店独创有机香草火锅 品味花莲的在地特色融合产品 人家后一起的 时间来临 运达集团行销业务协力林志亚表示 全公司的主管和员工们准备好了 来迎接国内旅游和国际观光客来洋业青石酒店住宿 接下来的六月七月八月其实我们目前租房率已经都来到了九成 然后我们也都做足了准备准备用最天然的环境 然后最健康的香草以及我们后方的这个泳池都能够让这些国内外或者是无法出国 那计划在国内来度假的所有的旅客能够来到我们这里享受我们最天然的环境 然后最健康的餐食习惯然后认识我们的香草以及利用香草呢所发挥出来的更多的创意包含到我们每个房间里面独有的香草蒸汽室 以及我们的室外的温水水疗池那里面加了香草的存入这些都是非常有创意的度假的一些设施 那也都随时欢迎国人呢把我们央月迁徙度假酒店呢列为在国内度假的一个首选 然后来到我们这里享受全家人度假的时光 为了促进双方交流合作海瑟和影存所附赠观光旅游书期 海瑟登宋是介绍菲律宾特色景点以及美食 影存所得知资政香草世界奇幻旅程俊达30年成长之路 其他为了能够有机会协助业者促进花东观光旅游并且推广有机香草酒店 东南亚的这个观光的旅游一直在成长 目前东南亚的到我们台湾来旅游的已经达到158万人士 远远大于港澳的这个市场 我想这是很值得我们开发的 而且菲律宾这次观光处特别来关心我们花莲 整个的观光的一些景点 那菲律宾的消费 以及他们的观光的旅游的形态呢 是一个非常M型的一个形态 也就是说高端的很高端 一般型的一般型 所以呢他们高端的客人在菲律宾有很多 有100多万的人口 所以他们对我们花莲几个好的景点 高端的一些酒店都会感到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这一次呢 处长亲自自己来体验 来享受我们央夜迁徙 期感疗愈 所有的这些香草所延伸的 包括我们的料理 包括我们的房间 包括我们的水疗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shock 而且呢 也特别提到 菲律宾也有我们这样子高端的一些饭店 来跟我们一起合作 成为我们的姐妹饭店 透过这个姐妹饭店 在我们台湾的花莲跟菲律宾 有共同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也让他们的高端的客人 可以到我们花莲来 更多这些高端的这些酒店的一些消费 排斥指出 自从台湾在去年给予菲律宾人民 免费签身优惠 台湾与菲律宾之间的交流之意频繁 去年即超过50万人 是菲律宾观光客 前来台湾旅游 而面对菲律宾高端游客的需求 协助台湾业者开发 符合慢火健康养生旅游的景点 多次在访留下深刻印象的花莲自然 成为首选 记得终于解释不到